一台更好 一进来土昂第一感觉就是大 很大 超级大 你看这个横向空间 整个人摊在这里 插开坐都没有问题 而且呢 整个座椅前后调整的幅度 好大呀 在它慢开的时候 整个避震是软的 是舒服的 它过这一种好多路面的时候 我觉得整台车给我的感觉很平稳 但是呢当开快之后 特别是加上这些比较快的变线动作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在低速比较软的悬挂 在高速的时候 它就不一定是一个优势了 因为整台车身呢 还是会给到我一种比较晃的感觉 而且当速度高了之后 你会觉得说 其实过一些不太平整的路面的时候 那种跳动还是有那么一点多 而且呢 那种传递还是比较直接的 它就给不了我一种非常稳重 非常厚重的感觉 而且在细心一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整台车内饰的质感呢